空中预警机主要用来搜索、监视、跟踪空中、海上目标,不仅能及时截获和监视目标,还能引导和指挥起方战斗机对目标进行拦截,而中国也深知预警机的作用,研发出空警系列预警机。 但在2006年6月3日,一架试飞中的空警赋200预警机在安徽广德百叶镇离山村上空实事坠毁,机机上包括两位少将在内的40人全部罹难,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历史上最严重的空难,让我国40位精英为国捐躯的罪魁祸首不是别的,是大家在冬天经常能看到的兵,本期小兵兵就跟大家聊聊飞机结兵的那些事。 飞机结兵是飞机机身表面的某些部位聚集冰层的现象,它是由云中存在的过冷水滴或过冷雨滴碰到机体后冻结而成的,有时也可以由大气中的水气直接在机身表面凝结而成,特别是在云中温度低于零摄氏度时,急易导致飞机结兵。 一般来说,飞机结兵主要是在飞机的突出部位上,如机翼尾翼的前缘,发动机叶片,发动机进气口,空速管,飞机天线等,简单介绍完了飞机结兵的原因和结兵位置。 小冰冰再说一下结兵对飞机的危害,首先是飞机结兵会对气动布局造成很大的影响。 当机翼和尾翼机冰时,能使飞机的空气动力特性和飞行特性显著变差。 我们都知道,冰实际上是一种结晶状物体,而结晶状物体对飞机机翼造成侵蚀,根据风动测试结果,飞机外部结冰侵蚀力,相当于直径1至2毫米,大小跟食盐颗粒差不多,可能有很多观众觉得没啥大不了的。 但小冰冰说出下面的数据,恐怕就不会这样认为了,像这种级别的颗粒,按每平方厘米一个的密度系数分布在机翼上表面,会使最大生力系数在地面效应和自由空气两种条件下,分别损失22%和33%,其造成的生力损失之大,足以使具有高性能的超零件异形机翼的飞机无法起飞,其次是对飞机发动机会造成严重影响。 小冰冰刚才说了,冰实际上是一种结晶状物体,如果冰晶混入空气中,吸入发动机,就会导致飞机液片的严重损耗,不光发动机的效率会降低,而且很有可能导致发动机空中停车,可能有些观众会对小冰冰,说飞机如果采用波奖发动机不就没事了,其实不然。 螺旋桨飞机如果遭遇到了飞机结冰,除了会有上述的情况发生外,还会造成飞机减少动力和降低空速,破坏螺旋桨平衡,产生严重的共振。 像小冰冰刚才提到的空警200预警机,它坠毁的根本原因就是螺旋桨结冰所造成的,最后,是对飞机仪表数据产生影响。 小冰冰刚才说了,冰晶就特别喜欢找飞机突出的地方,而空速管,压力传感器等机外测量元件就成为了冰晶的最爱,而空速表结冰,就会导致飞行速度显示错误。 像1974年美国纽约发生的波音727坠毁事件,就是飞行员误读了空速管的错误信息,导致在2200英尺上失速坠机,而结冰会对压力传感器造成传感器堵塞,使用错误的大功率只是导致起飞时使用比实际需要小的推力。 例如1982年一架波音737克机就是因为压力传感器的错误信息,导致飞机用过小的推力起飞,最后掉到了河里,说了这么多,肯定有观众老爷们想问有没有啥灵丹妙要来治理飞机结冰。 您别说,还真有,首先,在飞机起飞前,机场都会使用除冰车给飞机打个疫苗,当然,这疫苗绝对不是水辣,而是拥有多种化学成分的除冰剂,可别小看除冰剂的作用,它可避免了许多空难的发生。 举个例子,2004年11月21日,由包头飞往上海的东航μ5210克机在起飞后不久就game over了,机上55名成员全部遇难。 这场悲剧的根本原因就是飞机没在起飞之前喷除冰器,除了喷除冰器外,还有发动机热气除冰和电热除冰。 这两种除冰都是针对飞机的机翼前缘,发动机进气口前缘,而飞机上的测量装置,如空速管,压力传感器,在内部都单独设置了电阻丝,可以在通电后,产生热量来除冰。 飞机结冰严重威胁飞行安全,为了保障飞行安全,飞机在地面停靠时一定要做到严格防冰,进行状态起飞,空中飞行时严格执行防冰除冰程序,确保运行全程的飞行安全。 在前段时间举行的珠海航展上,我国精负10B战机和精负20战机,向全世界展示了我们在先进战机制造上的能力,尤其是配备有矢量发动机的精负10B战机不负众望,接连做出来了许多高难度的动作,如巴普洛夫眼镜蛇机动,落叶飘等。 如果说航展飞行展示就是作秀给别人看的话,那么实际飞行才是最好的试金石,就在前几天,我国一架三代机再次向所有人证明了中国战机的强大,它就是坚空-7战机,飞豹战机,作为一款上世纪80年代研发的战机,尽管现在看起来已经很落后了,但是坚空-7战机依旧可以发挥出强大的功能。 据媒体报道,在某航空女组织的训练中,一架坚空-7战机突然左发动机起火,大家都知道,火灾是空中飞行的战机最怕的事情,更何况是发动机起火,能够让战机直接失去动力。 好在飞豹战机是一款双发动机战机,即使其中一台发动机出现故障,另外一台继续工作也是可以勉强着陆的。 最后在飞行员临危不惧的操作与地面人员的指挥下,这架飞豹战机最终成功着陆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架飞豹战机发动机起火,现在还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不过我国飞行员的坚决处置和临危不惧确值得我们点赞,大家不要以为飞机一个发动机出现火灾,还能顺利着陆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 至少美国战机在这一方面就很难做到,9月份不是美国空军一架F-35战机被摔了吗? 最后调查出的原因就是这架战机在飞行过程中发动机系统出现了故障,最后,这架F-35战机的飞行员直接跳伞吵声,尽管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和我国飞行员稳稳的操作比起来美国飞行员还是逊色一些的。 当然,在战机出现故障的时候,我军强调的重要一点是保人不保机,毕竟以人为本,况且培养一名优秀飞行员比再制造一架战机要难许多,可就是在发动机着火的情况下,我国飞爆战机飞行员依旧选择继续驾驶飞机直至最终安全落地。 在这里,并不想说美国飞行员的战斗素养没有我国飞行员高,只是价值观不同。 在真正生死考验面前我还是更相信解放军飞行员一些,两架战机均是发动机出现问题最后却是不同的结果。 我想不仅能够看出飞机驾驶人员的优劣,更能看出飞机设计上的优劣。 美国F-35战机飞行员为什么会在发动机出现故障,引擎停车之后就依然选择跳伞逃亡,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这玩意本来就只有一台发动机,那么一旦歇了就是真的歇了。 而对比之下,我国飞爆战机是双发动机战机,即使一台发动机出现故障,只要操作得当,仅仅依靠另外一台发动机还是能够实现安全着陆的,由此似乎也证明了一个道理,那就双发战机可能比单发战机更加优秀和保险一些。 不管怎么说,同样是发动机出现故障,飞爆战机完胜美国F-35战机,新型空中加油机可为几乎所有战机加油。 央视近期播放一段打仗的部分马赛克的肩负-20影片,证实了这架第五代隐形战机已经开始进行空中加油训练,这是肩负-20正式亮相以来首次有关该机进行空中加油的画面出现。 几乎同步出现的新闻显示,中国空军正在使用12-78空中加油机为苏-30战机进行加油训练,这大幅延伸了肩负-11系列战机的作战半性。 然而,更惊人的新闻出现了,中国使用自研大型运输及运-20改装的大型空中加油机运游-20正式首飞了,这对于中国建设战略空军的目标来说真的是重大喜训。 此前12-78维苏-30加油带给我们惊喜。 众所周知,空中加油机是现代空中战场上的伴随保障保姆,可以让参与行动的机群在空中待的时间更长打击距离更远。 中国空军第一型空中加油机是在轰-6轰炸机基础上盖进而来的轰油-6。 该机因为停台的原因,只能为肩负-8F和肩负-10系列战机实施空中加油,而不能为肩负-11系列重型战机加油。 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在2015年前,中国空军只具有有限意义上的空中加油能力,因为这种能力不能覆盖最重要的机型。 央视为肩负-20的加油管打了马赛特,从乌克兰采购的伊尔-78补上了中国空军最后的空中加油短板,但是这个补上也是很有限的。 因为只有区区三架伊尔-78,这是中国空军只能在中小规模空中行动具有象征性的保障意义。 所以,当运负-20开始量产装备中国空军后,很多人士都在呼吁,只要产能达到一定程度,就应当考虑改装一定数量的运游负-20,用以满足中国空军建立远程导机能力的渴求。 因为不只是肩负-11系列战机,包括肩负-20、空负-6N、苏负-35、空井负-500等战机,均需要运游负-20来保障。